在2010年12月的時候,內地一名當年34歲的醫學博士鄭剛,為了協助母校進行新席研究,舉手成為致願捐贈者,還可以拿到5000元人民幣的補助費用,但他在短短11天內捐贈5次,在第5次的捐贈中途,不幸暴斃,他的爸爸就認為鄭剛的死是與捐贈有關,向校方和捐贈中心要求賠償400萬人民幣,經過多年。 最後法院裁定,鄭剛的死是意外,他的捐贈行為完全出於自願,因此校方和捐贈中心並無過錯,而捐贈中心只是賠償19萬人民幣。事件近日再度在網絡上成為熱話,而鄭家就沒有再作出任何回應。